Hello 大家好 我是娇娇 我们现在已经安全到达许昌了 今天凌晨4点钟坐到飞机 胖君生我气了 从昨天晚上到今天早上 现在一直都对我挨打不理 不搭理我 因为昨天晚上的话 他妈妈还有哥哥 说叫他一起吃个晚饭 我没有去 我擅自主张买凌晨4点的机票 便宜嘛 大家都知道早上跟半夜的机票 是最便宜的 他就生我气了 来不及吃饭嘛 因为他回来晚的话 就来不及坐飞机了 你摆个手了 写着饭了跟上 给他妈捡个面 去了十天捡了两次 哥不住生气 整个手还能吃饭 去来一趟饭都没给一块吃 趁点啥你都直做组长 不给点面子 以后拍视频上你拍你的我拍过来吧 我还出去拍的 那你都多大了气了 按理说想你那屁不应该生气啊 从昨天晚上到今儿个 你让你给我摔链子摔了多少时候了 我肯定了吗 刚刚是这也不对那也不对 那不是那呀 那你不想要事吗 想是想了 那该办的事再办 以前的往里跑到矿头 那给咱哥都没有一会儿拒绝 我不是说要急着回来 我儿子的话下午要打那个狂犬疫苗 我公公的话比较忙 给他打不了 我不想耽误这个 明天吧又是我爷爷的生日 爸爸不在家 然后姑姑他们会过来 没有人在家张罗嘛 然后做饭干啥的 所以说我今天就着急回来 虽然去广州见了嘛 就见了两面 都说了几句话而已 不是说我不愿意跟我婆婆一起吃饭 大家也都知道啊 我跟我婆婆见了一面 我以为这么多年了能缓解一下 结果还是这个样子 我也很失望很失落 那一天晚上 反正在我婆婆家住了一晚上 第二天我就离开那里了 我就走了 我自己住的宾馆 我觉得你如果两个人在一起别扭 或者是他不喜欢我的话 待在一起 我觉得容易吵架 还不如分开嘛 那咱把他这个张帮来 你都不会出动给他找到他撩撩天吗 然后看开刀开刀开刀了他 咱不要因为这个问题生起来 好不好 咱都回来了 我也不是说不给他撩 那我不得给他撩桶了 是不是 咱都到家了 咱都别生起来 以后你要是真香 真香他了 你自己也可以去看吗 我也不拦住你 你给这住个十天半月的 你陪我他转转呢 吃吃饭呢 买买以上啊 这都可以吗 因为我去让你摆梗子了 我本来也不行了去 这次是你让我去的 摆个这会儿 因为这生起来 马上到家该看样子的 什么 因为这次去看他妈妈又生气了 其实平常的话 按我的脾气 我不会哄他呢 因为马上到家了 我不想因为小孩子看到我们两个生气 不开心 一说现在就是自己要出去单干 一说就是想我管他管他严了 不愿意干了 你看他以前出去的话 三天两天断更 今天拍明天不拍 在家的话 有我看着他 天天能更新视频 偶尔的话直直播 带带货 对不对 现在的话又不愿意了 刚才还跟我说 要住到市区 住到市区完之后 就要出去 还在外面拍 住在你家说实话 不方便知道吗 那是住在我家吗 那你孩子不在那里吗 我知道 那世代通常那时间长了 住过几天可以 时间长了 难免会出现矛盾 你知道吗 因为每个年龄期待的这个思想不一样 现在觉得住到我家 世代通常了 不方便了 那个时候小孩子没人带的时候 他就不这样子想 人怎么说呢 反正翅膀硬了 真的翅膀硬了 我不可能住在市区 我爷爷奶奶年龄那么大了 我还三个孩子的话 两个孩子都在镇上上学 现在我就是说 也不给他来硬的 哄一下 愿意了就愿意 真不愿意了 不行两个号的话 我们就分开坐 那也没办法 我在家里边 我肯定是离不开我 我们就要第二天